每天拿出一小时,你也可以上钻石 大家好,我是朋友导师会员 上节课呢,大家大概了解了一下鳄鱼的这个基础技能 KWR4的技能以及被动 那么这一课是第三课 这一课来给大家揭秘鳄鱼技能间的一个机制 让大家更加熟悉鳄鱼技能的一个用法 然后首先来给大家讲的就是一个技能领点 我把就是取消前腰后摇 包括一个技能中间接体阿玛特特放到后面去讲了 然后大家如果说你们想先看 就我可能这个顺序有点不太对啊 因为我后面自己也想了一下 只不过文案我已经写出来了 然后再因为图都已经做好了 然后后面讲的时候发现不太对 然后如果说我再搞的话 就感觉有点不太 就是再找他们重新做的图的话 感觉又不太好 所以我就直接这么讲了 如果说你们想先看技能怎么怎么就是怎么取消技能前后摇的话 那你们可以先看一下后面的一小段 然后如果说想去看一下学下技能对线技能连招的话 可以先来看一下这一段 那先给大家看一下一个这个对线技能连招 首先我们打进展用的最多的一套连招 就是这个EAW然后AQAE这一套我们用的最多的一套对线连招 这一套几乎是囊括的所有进展我们都不会去这么打一套换 就是你在有红度W的时候 但是唯一一个不一样的就是一个什么打诺手这种 他反手能力特别强能把你勾回来的时候 那你就在后面的里面不要穿下平A了 就是AW之后AQAE里面的平A都不要有 就只能打一个AW就然后直接一个Q再E回去 要不然会不会弄手勾回去你人就没了 这是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套连招EAW然后AQAE E回来就好了 这是一套我们对线比较长远连招 我打的稍微点慢啊 还是和瑞文的那个一样 我打的慢一点 是为了让你们看的更直观 然后还有就是一般我们异过来不过去异到身后的 就一般我们异回来的时候给你们再看一下 就一般都是带红怒才会去换血嘛 然后一般我们异回来的时候是正好在这个人面前的 就不会异到这个人身后的 在这个人在这个就知道多少人当做一个英雄来看 在这个人面前的 然后AW之后AQAE然后往后E走 这是我们对线打的最多的一套换血连招 然后再继续来讲 和后面这一个 这一个是30怒气以上的手 我们是就刚才那一套是50怒气以上的时候可以用到的 就这一套连招 这套连招是 最常用这套无伤害连招嘛 然后其实这一套连招的难点就是在于技能中间参加的普攻 不然的话是打不出来我们想要的伤害的 然后再一个是30怒气以上的一套连招 这套连招伤害比上一套要略低一点 但是因为这一套连招是我们怒气没有那么高 怒气不够的时候没用的 一般我们是在50怒气的时候会去 一般我们在50怒气的时候敌方都会很猥琐 就不会上来和我们换血 甚至不会在我们E的范围内 所以说我们这套连招可以在EQ都打中英雄的话 我们可以跌到20点怒气 这样的话也就是50怒气 也一样可以打出来一个红怒W来换血 鳄鱼兑现换血主要的伤害来源就在于红怒W 这个我给大家收很多次了 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套 稍等一下我照一下 AW找到了在这个位置 这个是给大家看一下上面的 反复横跳 准备了把怒气给穿出来 AW这是刚才的那一套连招 鳄鱼有一个比较炫苦的连招 我看到这我想起来了 我看到这个反复横跳 我想起来我要讲什么东西了 这鳄鱼有一个比较炫苦的连招 就是无缝EQE 但这个我很少打出来 这个要去点地板取消技能的前摇后摇的 这个我没放在里面 因为实战的作用很小 无缝EQE 因为你技能中间都要穿插普攻 要不然没伤害的 所以说就没有给大家放在里面 然后看一下下面这套连招 EW然后AQE 这是打诺手的时候用的比较多的一套连招 就是说不要再在后面穿插更多的平A EWAQE 其实这个平A最好在红路W那边放最好 AW或者是放了 其实放在后面放也可以 因为有1.5秒的晕 就不要在E前面再穿插平A了 要不然他会被拉回去揍一套 然后这是我刚才说的那个 第二套的那一套连招 穿冰之后 EEQE 然后这是打远程比较用的 啊好像放错了 是这个 我这个标记的有点乱 所以找的有点乱 为了AQ攒怒气 然后之后AW 然后直接E走 这个刚才说了Sense怒气的时候 可以用到的 好像这个 这个打的好像有点问题 我这个50怒气了 我这个说的话你们应该能理解 就因为之前看技能课 我看了一下 我这个连招好像出了点问题 也不是这第一套连招和之前 我给大家讲那个打弄手的一套连招 没什么问题 但这一套连招好像 不知道为什么 这给我我自己打的时候 好像打晕掉了 这连招放的好像有点问题 但你们只要能清楚知道就行了 就是三四以上怒气的时候 我们因为E到英雄 或者Q到英雄都会加10点怒气 所以说EQ过去是直接50点怒气 然后AW 然后AE直接往后拉距离就好了 这也是一种 就对线没有红怒的时候 一种换血方式 然后达远程给大家看一下 达远程就是50怒气以上的时候 EWAQE E过去 然后W晕住 A然后又Q几点 然后E直接往后拉 这之前放过的一个 这一个 达远程 EWAQE 这一套连招是为了一个什么 不被对面多A的 我们这一套连招就可以打出来一套最快的一套爆发连招 但是只不过中间少很多平A 但因为这套连招是 他想上来A我们的时候 我们消耗的时候用的 直接W三刀就可以打出来强攻 然后接AQ 然后E回来 达远程的时候 我们一般是不会去不能考虑探平A的 因为我们E回来的时候会被他多A几刀 所以说这一波 就这就这套连招在W之后 红组W晕住之后 我不会谈太多平A 就是达远程用的一套 然后再一个 这个也是达远程用的一个EAW 然后AQ 一般是35东西以上的时候 我们会选择用这一套 一般很猥琐的远程英雄的话 我们会在一段E的 一段E的范围外 就他不会站在我第一段E的范围内 除非他过来A我们 但是他要更猥琐 打得更猥琐的话 他都不会在我 他A我们的这个范围内 就不会在我一段E的范围内 就甚至我一小兵都A不到他的情况下 那我们可以两段E上去换血 EE 然后AW运住之后 打出强攻 然后再一个AQ 然后直接往后走就行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稻草人 EE 然后跌出怒气之后 AW 然后AQ 这一套换血 打远程的一套 就是最远距离的一套换血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第二个知识点 鳄鱼的一个技能释放技巧 首先是Q技能 鳄鱼的AQ可以去 用Q去取消平A的后遥 所以说我们一般打的时候 一级换血都是AQ 不要上去直接Q人 除非对面是武器大师这种 之前给大家讲过 除非对面是武器大师这种 英雄他可以挡你平A 他可以挡你平A 没办法 所以说一般我们 打不管打什么 打剑机打诺手 还有什么 打诺手也得小心一点 打诺手你要AQ的话 他给你个AW 直接追着你砍 你也吃不消 所以说打诺手就Q就行了 站得离他远一点 不要带他平A范围内 先打诺手一定要看他一级 学什么技能 然后像什么 打瑞文 剑机 还有什么 就一般这种没什么威胁的英雄 一级的时候 我们都选择去直接AQ去换血 然后W技能的 W技能的使用方法 释放技巧 鳄鱼的W是可以重置普攻的 就像是 诺手的AW 还有剑机的AE 或者说是 武器压师的AW一样 鳄鱼W也是一样 可以重置普攻 AW是最典型的一个 平A阶技能 然后鳄鱼的E技能 鳄鱼的E技能 尽可能在一段 或者二段E的前面 接一刀平A 这个和AQ同理 但只不过是 鳄鱼的AE 不像鳄鱼的AQ那样 能完美的重置普攻 也不算重置普攻 可以完美的 把那一刀平A的后搖 给取消掉 鳄鱼的AE 还是有一个 稍微有一点 能看到的动作的 然后再一个 就是最后一个R技能 鳄鱼去 可以利用 鸿鱼W挥刀 二段E 还有闪现 这三个来去取消 开大时候 身体变大的一个动作 这个要去 自己记好 这三个 一个是鸿鱼W的时候 鸿鱼W 它在挥刀的时候 你这时候直接放R 你知 身体是没有变大 那个动作的 还有就是二段E 其实一段E也可以 就一段E或者二段E的时候 ER是也可以去取消身体变大的一个动作的 就你在身体就开E E往前冲的时候 那个身体已经变大了 这个能明白我意思吧 就ER的时候身体已经变大 就E在往前冲的过程中身体已经变大了 所以可以去用E技能取消身体变大的一个动作 然后还有一个闪现 也是可以取消身体变大的一个动作 就是一个 其实可以 鳄鱼是可以R闪的 就R闪直接出去 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你已经变大了 可以用闪现取消一个变大的动作 然后再一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提亚马特 提亚马特是 鳄鱼啊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 WR还有ER还有R闪去取消 啊RE 这个不是ER说错的 刚才一直说错的 这个 不是ER 而是就是放的顺序一定要对 就是如果说想用E技能去取消身体变大动作的话 是RE不是ER 如果放的顺序错的话 那就取消不掉这个动作了 给大家看一下 鸿怒W WR 在你挥刀的时候身体就已经变大 他训言时间还没结束就已经变大了 这是一个 然后稍微开进一下 我们还是稍微等一下吧 感觉这个有点我现在身体还是大的 看一下这个ER 啊就在你那我现在已经这个变这开大的这个动作已经没有了 就是说你ER的时候是在这个E的过程中就一冲来大家注意看一冲来这个过程中 就已经把这个变大的动作在过程中就已经没掉了 你看 啊还有就是R闪 闪现可以完美去取消 这个R闪是我很久以前看一个鳄语玩家秒人的时候学的 他是秒一个还是一个很难秒的一个E贼 他是直接一套控制直接秒掉用R闪加怒气然后AW 那一套确实挺炫的R闪AW R闪他是30点怒气然后30多一点点的3738那样 然后怒气算的比较准R闪因为他开R之后是5050他是3738的话 开R之后加20怒气是5758左右 然后R闪的话直接是红怒 而且他R闪的时候是就你R闪出去的时候人家是很难防范到的 所以说你R闪可以去接平A R闪AW把它定在原地 然后A刀一个E技能一个Q 那EZ直接暴毙了 那一套连招确实帅到我了 一个满血EZ直接被他们咬了 是比较炫酷的 然后这是刚才给大家看的一个用技能去取消变压动作的 然后再一个 是这个提阿玛特 提阿玛特是鳄鱼非常需要的一件装备 因为提阿玛特可以去夹在QWE三个技能里面去无缝放出 无缝多放出一段伤害 就比如说提阿玛特Q或者是WJ提阿玛特或者是提阿玛特E 然后提阿玛特一二段都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提阿玛特是鳄鱼能完美放在QWE三个技能里面都可以完美释放出来 而且没有完全没有动作的 完全没有提阿玛特那一段释放动作的 给大家看一下提阿玛特Q 是一起出去的 就因为提阿玛特其实也算是一个旋刀的动作 Q也是一个把刀挥一下的动作 他都是一个挥刀的动作 他们是一起出去的 W提阿玛特 其实你和AW提阿玛特都一样 然后提阿玛特E 提阿玛特E和提阿玛特二段E 再给大家看一遍这个 其实这个很简单 只是技能顺序按好的就行了 然后要一起放出去一起按出去 提阿玛特Q要一起按 提阿玛特Q 然后 W提阿玛特 就提阿玛特Q是T 就提阿玛特Q和E都是提阿玛特在前面 然后如果是W的话 是W提阿玛特提阿玛特在后面 就要记好这个顺序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提阿玛特E 可以去完美在E穿的那个过程中 就把提阿玛特释放出来 大招不行啊 大招好像是接不了提阿玛特的 只有QWE三个技能可以接 然后最后我去给大家找了几个 这个第三课其实内容也并不是特别多 我直接给大家讲一下技能中间的前后仰 因为鳄鱼不像瑞文那么繁琐 他的技能是比较好理解的 所以说他技能也不是很多 然后到第三课后面 我给大家找了几个素材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技能中间接瓶 如果接的好的话 打出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还有几个极限反杀的镜头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一波是一个六神装 也不算六神装吧 就是装备比较好的时候了 大家注意看 这一波大家注意 先注意看小地图 对面打野 对面打野是个草郎 然后他在往野区走 他刚要进野区 我们这边在刷他的石头人 我这边是想找他麻烦的 所以说我在叠怒气 大家注意看一下 我这波刷野的时候完全没有用怒气 我在叠自己的一个怒气 然后我想去也去找他的 刚进这个草 因为我知道他会来这边刷他的一个红buff 因为他红buff刚被我打掉 我知道他可能会来也去刷那红buff 然后我就准备往他这个草走 他进这个草 我正好也会进这个草 正好在这个草碰到一个汤浪 然后我们这边先评了一刀 他直接很果断 直接开启了隐身 我是想AW的 但他直接开了隐身 然后我们就往前跟一下 一过来 W技能打中之后 然后A到提阿玛特Q 在二段E走 直接溜了 这就是鳄鱼到中后 而且这一这一局游戏 我出的还不是一个刺客出装 我出的是一个半肉出装 是青龙刀加黑切 然后做了一个什么大春哥 青龙刀加黑切的一个出装 还是一定要把它给秒掉 这是鳄鱼后期很恐怖的一个伤害 我这波甚至没交双招 就直接把它给载了 一过来之后 W三环 直接把它血量打到一个特别低的状态了 然后再一个提阿玛特Q 再A一刀提阿玛特Q 这一刀平衡很重要 因为它被我晕在原地1.5秒的一个眩晕 晕在原地它动不了 所以我们这个眩晕时间足够长 一个提阿玛特Q 把它杀掉 这种他们是不可能打死我的 这个大招都懒得交了 然后直接就溜了 这是一波 然后还有一波 这一波 在上路拆这个 在上路刚强杀掉对面的一个厄加特 上路不再想把这个医学塔拆掉 结果对面打野Q了我一下 然后钻过来了 这打野开了个大 这时候我以以为我死了 因为我没注意看这挖枝机等级 我以为他等级比较高的 我以为他的 因为他如果说和我等级差不多 他如果8级的话 我这波必死无疑 一个大挖过来我人就没了 但是他这波只有6级 我没注意看 然后当时其实挺慌的 但是看了一下他只有6级 看一下他大落地还没挖死我 那就好办了 因为其实挖枝机大招伤害很高 他大招是一个斩杀效果 但这一下大招没挖死我 我就有后续了 这时候一定不要着急 不要先AW 也不要去交闪线 因为交闪线也跑不了了 就交闪线是不可能跑的 他再继续追的话 因为他还可以去D里再Q一下 还可以A我们一刀 还有提亚马特 所以说我们交闪很难跑掉了 所以我们这波就只能选择和他拼 那选择和他拼的话 就要先把一个红怒W叠出来 必须要打出来一个1.5秒的眩晕 才能多打出来更多伤害 要不然的话是不可能打得过他的 所以这波一定不能着急 怒气要打在红怒W上面都好 我们就要怎么样 一个Q再接一刀平A 因为半血的时候我们去 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是38怒气 半血的时候我们点怒气是翻倍的 所以说我们这波一个Q接一刀平A 大家注意看 直接点到61点怒气 然后回头AW 然后一个提亚马特 直接他人没了 AW一个平A提亚马特 因为AW之后 可以让我们再多一刀平A 因为他被眩晕1.5秒 1.5秒的时候 他是晕到什么事情做不了的 我们可以再多更一刀平A 然后再一个提亚马特 这就把它吃掉了 AQ把怒气叠起来之后 就残血的时候不要慌 AQ把怒气叠起来 要回头A接W技能 你看这个伤害他完全看不懂的 然后再一刀平A 接个天马特 他人就没了 然后这波还可以去开开心心 拿个医学塔就很舒服 然后这波也是给大家看一下 这波是我线上优势已经足够大了 这一局我自己在上路4-1 然后A接W之后 打这个概论一套 因为我现在有黑切 装备比他好太多了 他是不可能拼得过我的 把兵线清了之后 这波我们就要准备要跃他了 然后这个位置 AW 顺便用大招 啊 异过来 这其实这波我一开始没打算交代 我我想错了 因为我看看他这个血线 他实际上是有这个黑切效果的 然后直接就走过来一套技能 把他给杀掉了 然后最后开了一个大 所以这波想保险点的话 最好是在 因为我觉得我这波伤害够了 所以我就没有选择开大 但是 没想到E过去 第二轮E过去 他还得跟一道平A 最保险的情况下是 这时候直接开大 然后AW把它定在原地 打一个红木W 然后提亚马特接Q他就死了 这是最保险的方法 但这波其实本来一开始我是想省个大招的 但是后来没省到这大招 然后这波用这个怒气去 怒气Q在小明堆里面回点血 一个Q可以回个200血左右 就很舒服 可以回个300血左右吧 就很舒服 然后之后再去推这个E血塔 之后我们已经有11级了 队友一直在给我点信号你知道吧 就前面你看这个位置的时候 队友一直在给我点信号 因为他们可能觉得我残血 然后觉得皇子会来抓我 他们不想让我把这大人头送掉 一直在点我 但我其实挺讨厌别人这么点我的 因为我知道该怎么玩游戏 但是他们一直点我 我就点的很烦 特别是在我自己一个人在C 他们没有 就他们没做什么事的时候 但这一波就是 这一波也是一个等级压制吧 就跟上一波一样 上一波我是9级打6级 这波是11级打8级 但其实我血量都很低 但都是一个等级压制 这一波想要反杀皇子 最重要的是一个什么 一定要去注意 躲了皇子EQ 就如果说他有大的话 先不管他有没有大 他有大 我们可以闪现躲他大招伤害 他有大 我们是杀不了他的 但是我们可以跑 但是如果说他没大的话 我们这波是可以尝试反杀的 但就要去考虑躲他的一个EQ 这波注意一下 先去和他走 就一定要去想办法 看他什么时候出手 他看他什么时候旗子插下来 什么时候出手旗子 就他如果有大的话 肯定就直接扣我大了 但他这波没有大 他如果是直接走过来和我A 或者直接放EQ的话 我都知道他是没有大的 这皇子也是比较 稍微算是老道一点 就他没有直接EQ 因为他直接EQ的话 我就怎么样 直接一个闪现把EQ躲了之后 然后E回来AW 然后一个提亚马特Q 再一个二段E 他人就没了 就直接被我一套秒掉了 甚至连别的技能交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说他会去先来过来减速我 先过来减速我之后 就我反差他其实挺容易的 就闪现走他EQ就行了 但是他是比较聪明的一种方式 就因为他不知道我没有闪现 所以他会过来先减速我 然后想在原地EQ 但我之后没给他机会 我直接原地AW提亚马特取消了一下 这个AW提亚马特可以把这个W之后的一个 就是这个挥高洞的取消掉 AW提亚马特直接原地放出来 其实这一下伤害比较低了 因为黄子有个不假鞋 而且他给我挂了一个红省界 我对他伤害降低百分之二十 啊不降低百分之二十五 伤害降低了四分之一 而且他还有一个不假鞋 这就是伤害达得比较低的原因 其实如果说没有这个红省界的话 他血量应该是大概在这个位置的 就小半血吧 然后如果说没这不假鞋的话 他血量直接就降到这了 就半血以上了 但其实他这个不假鞋加红省界 让他已经变得挺肉的了 不过无所谓 AE刀 然后这时候一定要注意 这时候我叠动器是很快的 因为我身上是有一个 这个我身上是有一个半血以下 就半血以下叠动器很快 有一个翻倍叠动器一个buff的 这时候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把怒气用在Q和W上面 就一定要把怒气用在Q和W上面 不要用在别的境上 如果说你现在原地放了一个Q 那你人就没了 就不用我多说 你就可以自己去领便当了 那这时候我们选择做的一个什么 先E 先E就能去叠一个怒气 然后AQ回点血 然后再去二段E 躲到他EQ 然后再去 其实这个躲EQ你可以说是我运气好 也可以说是我的意识 无所谓 其实只要我杀了 我就可以了 你可以说是我的运气好 但无所谓 我这个人无所谓的 只要我杀了我就开心 因为之前我发过这个视频给别人看 然后他说我是纯运气杀这波皇子的 那其实我这个人很随便的 其实我不管是运气还是什么样 只要我把他杀了 那我就很开心 但没杀掉的话 那我就会很气 我就会总结为什么我这波没杀掉 或者说为什么我这波死呢 那我会更起 因为我觉得这波我是有机会的 AW提阿玛特 然后你看AW 就鳄鱼叠征服者特别坏 特别是红怒的时候 AW提阿玛特直接四成征服者 然后A一刀 因为W之后 红怒W之后一定要接一刀平A 这是一个习惯问题 一定要接一刀平A 平A之后一个E 跌到红怒 为什么要把红怒又在QW上面 不用我多说了吧 红怒W是打伤害的一个主要关键来源 主要伤害来源 然后再一个红怒Q是可以给我们回一大波血的 大家注意看我这个红怒Q的回血 现在我是295点血 295点血 E过来 A一个Q 493点血 一个Q回了200点血 这200点血够着皇子A三刀的了 所以这很重要 这皇子EQ插下一瞬间 我们二段E躲着他的一个EQ 还一丝血 其实他被我们A一刀就没了 他交了个闪 我们闪先Q一下 这一波就是一个 也是一个反杀吧 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反杀 然后再来这一波 这一波是 这个厄加特对线已经烂掉了 然后我们 这波是给大家看的一个 算是 击杀几 击杀串烧 给大家看一下 一个人在野区 一个人在上路打完打野区 9G打7G 他肯定已经烂掉了 这波不用我多说了 E过来 然后被他背过来之后 我们打恶加特是比较好打的 因为我们E过来被他背完之后 只要我们E端E不空 二轮E还可以继续跟上的 所以说我打恶加特是比较好打的 二轮E跟上之后 AW 然后跟着A 一个提亚马特接Q 再跟着A A 一直A 他塔已经没了这手 然后我们闪现一个Q 最远距离的极限Q 把他刮死 刮死之后 然后去稍微往前走一下 找一下这挖掘机 这挖掘机还在刷散了 我们E段E过来 然后A他一刀 大家注意看 我E段E过来 其实这一刀是可以A的到的 你们不要小瞧阿鱼的一个攻击距离 E段E过来 A一刀之后 二段E把红弩W叠出来 然后AW 把这个 挖掘机晕在原地 然后A一刀 一个提亚马特接Q 把挖掘机杀掉 顺便刮了一下这个结 然后跟着这个结走A 走A 就A 然后最后 等他想要丢飞标的时候 一个红弩Q把它刮死 就一波三杀 再给大家重头看一遍吧 其实这种就是一个你对怒气的把控 对怒气把控很重要 就我给大家看的这几个小片段 这几个实战的小片段 都是一个你对怒气的把控 这一波也是 E段E过来 没有E到英雄 但我们的二段E用来叠红弩W的怒气 要不然我们是杀不掉这挖掘机的 让他开出来大的话 可能连结都打不过了 因为我们这波没大招 一个AQ 把这些钻死 鳄鱼还有只有一点在这个位置 给大家看一下 我看我能不能暂停到这个图 极限暂停 兄弟 这个位置 我在这放Q都可以Q到这个结 是因为鳄鱼的红弩 你看我在这放Q 这个结 大家可以看到我鼠标 应该这个结在这个位置 我在这放Q都可以赚到这个结 因为鳄鱼的红弩Q和红弩W 要比一般 没有怒气的Q和没有怒气的W 稍微远一点 这个是神敲告诉我的 这个偷鞋来的 是一个小技巧吧 算是 这个虽然在技能上面是没有显示的 但是你平常用的时候确实是这样 就我自己用的时候也是这样 就是你的红弩W和红弩Q 要稍微远一点点 比你正常用的正常Q和正常W 稍微远一点点 所以这一波红弩Q直接刮到这个结了 一个红弩Q给它钻死了 这一波就是一个 怎么也不算EV3吧 就 它们是轮流来的吧 也不能算EV3 EV3有点夸张 这个红弩Q和红弩W距离要稍微远一点点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好 这个要记一下 这是本节课的一个小知识点 然后再重要的就是刚才给大家说的技能中间 取消技能前后摇 还有取消平A前后摇的一个手段 还有就是提亚马特界技能 这个是这些课的一个重点 大家要去自己连招里面自己记一下 还有就是怒气的一个把控 在刚才讲的几个小评段里面都有写 都有给大家说到 今天第三课差不多就到这 第三课讲的也就是这些东西 其实鳄鱼这个英雄真的很简单 我感觉我能 这些课能讲半个小时 已经算是奇迹了 我觉得你们应该不会听睡着吧 应该不会吧 不会听睡着的群里到时候抠个1啊 听到这些课没有听睡着的群里抠个1 因为我感觉我我鳄鱼录的这些课里面 我感觉鳄鱼是讲的东西 就鳄鱼对比瑞文来讲 讲的东西是超级简单的 但是就比瑞文要简单的多 但是鳄鱼这个英雄就很简单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能录的比瑞文还久 我有点不可思议匪夷所思 你们如果没有听睡着的话 听到这可以全力扣个1 我看到时候可以全力和我说一声 我看有多少人没有听着睡着 行吧 这课先到这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后面 那我就先溜了 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